老父亲今年85岁 膝下有六个子女 四个孩子 两个女孩 2013年 郭老爷子意外摔倒 致使老父亲鼓鼓的损伤 自此生活不能自理 在子女的精心照顾下 老父亲的身体逐渐康复 然而就在半个月前 老父亲突然发现 家里人的关系急剧恶化 儿女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像往常那样和睦 那么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 郭家老父亲的担忧 又因何而来 一同来到谁在说 节目现场的郭家大儿媳 二儿子和大女儿 面对老父亲的诉苦 他们的内心分别是怎样想的 他们来到节目现场的目的 又分别是什么呢 你们三站在这一块了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对 我就为我父亲 就是赡养我父亲 大姐呢 我就是想着赡养我爸 我爸的财产呢 说给了小儿子了 然后现在的小儿子和小儿子 我现在对的都不管 谁不管啊 没有人扶持我爸 谁没扶持啊 怎么不要扶持啊 我现在是接上目的我就去 我是进行孝心的 二哥呢 我也认太多 大嫂呢 您能代表大哥做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呢 我爸呀 这么多年是吧 又当街又当妈又不容易 现在也需要人了 但是现在我们家呢 我们家先生呢 现在病重 最近只二年 我没向我爸这去 最近二年 你一年来几回啊 来过吗你 从我七五年到现在 我是一直对我爸爸的关系特别的好 每年春年 我都给我爸送钱去 既然从你们的嘴里表达出来的是 都愿意看老人 也都愿意去为老人的赡养 尽一些自己的义务 可是为什么 从你爸爸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是 现在没有人管他 这是一个现实是吗 现在没有人管老人对吗 现在有人管 有人管谁在管 我小弟弟跟我搭卖卖 两人呢 一人一天 怎么叫一人一天呀 春会胡说八道 有时候呢 我没事了 我也过去 查一下 你这主要还是小弟弟在进赡养义务 现在等于就是还是 刚才说到了 老父亲对财产的分割存在意义 老父亲现在是怎么处理财产的 我父亲这个财产 这罚 04年 过货 过货给谁 我小弟弟 他那个儿子了 这个消息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最近才刚知道 我现在才刚知道 才知道 就在不久前 郭家几个子女意外的发现 老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悄悄的把自己的房产过户给小弟的儿子 得知这个消息 兄妹几人除了惊讶就是气费 他们想不明白老父亲为何要瞒着他们这么做 他们甚至怀疑老人的这个做法到底是本人的意愿还是小弟从中做梗 最近才知道的 什么时候能记得哪一天吗 我是11号 10月11号 对 刚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知道的 是谁告诉你们的 我小弟妹那天就是也是我 我在我在我们家闺女那儿那屋呆上 我小弟妹呢 给我打过家话 他说二哥你吃了吗 他没吃上这吃了 我说吃 就那天 他打过家话这儿了让我上桌子楼上去 我去了 我就说啊 赛养老人的问题 我跟我弟弟啊 我没有资格跟我弟妹说 这我们家里的事 我跟我这个弟弟说呢 一个呢就是啊 你要能承担得了 你要承担 这房子都好处 都归你都长 我说呢 他说是上人不了 如果你要上人不了 那这房你就不能啊 占了 我咱们叫三一三十一了 谁跟你说的就已经过户这个事 过户这个事 说小弟妹 说的 在这之前 老人是一直跟小弟弟他们在一起是吧 对 一个楼上一个楼下 在一栋楼里头 对 老夫妻是一个人住是吧 现在 一个人住 他生活完全能自理吗 自理不了 现在自理不了了 他每天以前是需要你的弟弟从楼上 下来照顾照顾他 对 可以做做饭 当天呢 你们本来是想就老人赛养问题的 谈一谈 但是呢 当时你也提到了说 如果你们老小哈 你们一家能够独立的赛养老人的话 这房子将来 对 都好说 对 如果你们不能独立赛养 那就把房子先拿出来 我们跟几个在商量 怎么赛养老人 房子怎么分的问题 然后你的小弟妹就说了一句 房子早就过户了 对 原本郭家二儿子是想和小弟小弟媳一起商量一下老人未来的赛养问题 不料小弟媳竟突然爆出房子已经过户 这个意外的打击让郭家二儿子彻底懵了 当时你一个人在那是吗 我一直跟我爹跟我爹谈的 我大哥现在动不了弯 我父亲现在把我吃的头上来了 让我管这个事情 那您当时听到以后特别特别意外和吃惊 对 您去问过父亲吗 过了两天吧 我就跟我父亲说了 我已经过户了 我已经不去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父亲给你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我会说了 我本人户了 这个可以问老爷子 就是熟悉情况 他这句话是不是背后有别的一些含义 反正过户的时候 这也得不问我爸 过户的时候 身边还一个儿女没有 两个儿媳妇去带着过去的 两个儿媳妇 公正也是 公正得席家席 两个儿媳妇是谁 小儿媳妇跟三儿媳妇 你就是您三哥的 对 那难道三哥 他在这个房子就没有想法吗 他开车去 他没上去 他没上 也就在你们家老三 他是早就知道 父亲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小了 而且他是完全赞同的态度的 对 我先说两句吧 我从75年到02年 这一段我跟老爷子 我跟我爸 他们关于这家的关系特别好 特别同意下 按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是 这个看我们关系特别好 恐怕这房落到我手里头 所以他们 我按我的看法 他们可能就先下手了 他一直在电影说 他长孙子 他是长孙子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儿子 在02年之前 父亲是跟你们一起生活 我跟我爸爸 就是我们隔一五强 虽然我爸爸是三国 但是说一五多强 全是都是我照顾上 那02年之后呢 02年以后 我们后来在凉乡住下了 02年我爸爸 他自己还能 他就是整个完全都能自立 就是最近这二年 我爸身体现在 从腿摔了以后 这二年他有点病情 这二年就是小地去的勤一些 小弟 还有我 还有我这个妹妹 他们现在付出的多 您是不是也觉得 老父亲这样的处理财产 是感到挺意外的 我不知道 我听我这弟他们说的 就现在目前来讲 三个孙子 两个孙女 还有两个外孙女 按我的角度看法 过也不能过得 在最小的孩子身上 是不是 还有长孙的 而且还有一个过得儿子身上 也不能过得孙子身上 刚才您谈到的就是 爸爸过后一个事 你们谁都不知道 而且当你去问到爸爸的时候 爸爸说 有人 忽悠 忽悠了 对 这是原话吗 原话 被人忽悠是指谁 你有没有问过他 这个 你问我老父亲 老爷子呀 我知道您年事已高 其实今天让您到这来 都已经是非常非常 心里过意不去了 但是呢 在这个核心的 关键的问题上 我还是想跟您求证一下 嗯 零四年这个房子 您就已经过户到了 孙子里下了 对 您知道吧 嗯 这个 过户叫 这名下 他没说 什么 房子过到谁的名下 他没说 是谁没跟你说 这四媳妇 四媳妇是吧 嗯 那就是说您过户的话 是四媳妇 带您去的是吗 这过户的话 叫他一 一儿 您当时清楚 那个房子要过户给谁吗 我这会儿啊 我没拿这房 这回事 那您现在后悔 您的决定吗 后悔 好 我待会儿再问您哈 那你这老爷子 为什么不跟你说呀 他们可能洗脑了 洗脑 这黑白天不离开 老人在贪婵这个问题上 可能他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那我就特别想问哈 一上来都表态 都愿意赡养父亲 但是你们也都提到了 一个前提 赡养父亲 需要跟这个财产的分割挂钩的 对 大姐呢 对 如果是老父亲 名家是没有财产 你们 我无条件的赡养 我们是一公子的 无条件的赡养 国家老二老四和大女儿 突然一致表态 愿意赡养老人 但同时 他们又把对老人的赡养和房产分配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国家几个子女 那些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他们各自又分别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父亲现在自立不了 晚上呢 24小时 就有人看过着 抽签的 叫父亲 叶子起来 由这屋到那屋 顺利交 没人照顾他是吗 这位小弟还在 还在他旁边这儿 吃驴壳 他还在睡觉呢 那边他吃点感冒药 有感冒药 睡觉 我不爱吃水 拿回来 你能听着呀 就腿软 快下去睡 小弟弟现在每天都在那儿睡吗 对 他每天在那儿睡 就那天 他也在那儿睡 我会起来之后 当时不去 睡一觉 你们会认为 小弟弟虽然是在那儿 照顾老人 但照顾的并不好 但老人 照顾不周到 不周到 他要周到的话 他不会给老爷子 睡成这样 您看看 您得瞧这个 这是刚摔那天 摔完第四天的事 好 来推一下小弟弟的话筒 四弟你好 听见了 您看到这个画面了吗 看到了 当天的确是老爷子 摔 半夜起来上厕所 摔了对吗 对 您那天晚上在那儿看护吗 我在 他是十二点半起来的 然后跑那个北屋 拿饼干去 我一睁眼呢 我一眯一眯一灯 就听夸他 就摔一跤 那您怎么听到老人起来了 不赶紧起来 帮着他 我那天 那两天正好感冒 吃了感冒药 你说有责任性吗 您睡着了是吗 他那开那灯也亮 他那管子也响 我说明里面一睁眼吧 正好躺那儿 就说摔着 啪 侧是摔的 老人摔的那一瞬间 你醒了 对 那您觉得老人摔成这样了 您是不是得负主要责任呢 对我负主要责任 那就说我这个 不是 您媳妇一直在旁边想说话是吗 让他说也行 他没看着他有权利说话吗 谁说我没有权利说话 你有权利说话 你媳妇看一天了吗 你也很诚实 承认这天的确 你也是明明灯灯睡着了 对 但是其实老人 这个岁数了 是经不起这么一摔的 有可能这一摔 他真起不来了 结果是您照顾老人 没有让众多的兄弟姐妹们放心 对不对 那我24小时 天天就说 就说不睁眼 就睁眼 看着他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 如何让老人过得更好 善爱的更好 这是要商量的 不然你们不会来转节目 对不对 对 我会去玩 看完 这个不方便 还要非要到这现场来呢 我给亲眼看 想亲眼看一下我们专家 但是这里面赡养 这里面又包含了另外一层问题 就是刚才你们说到的 裹挟到这个财产的分配问题 这个财产的分配 在你们不知道之前 在过去的这十年间 你们怎么没有想过说 想到一个更周全的一个赡养方案呢 我哥呀 一得了癌症 在之前呢 我还上班 也就是大哥是生化癌症 作为您呢 您是要上班要工作 对 爸姐呢 我一直我就上我爸那去 我三天两头去 三天两头 我就说我爸 又当爹又当妈 不容易 我妈走的时候 我才十几岁 上班学 我连上班 再做家里的衣服 您问我我爸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们家之前 对老人的赡养 有过兄弟之间的协商吗 我跟我大弟 上了我这 大弟弟就是老三 对 我跟我弟弟说 老四 就是把我父亲呢 要是赤好着 这房 我不跟他找 我大弟弟说呢 也不跟他找 所以呢 他现在 伺服都这样 这就说我来了 去年的一摔着医药 换完这股股头 我父亲自理不讲了 但是别人老四 还是每天晚上去老人家陪伴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你们家 已经约定俗成了 好像这个老四 就是应该对老人家 善良多尽一些义务 不是 这您在听我说 我父亲换股股头上之后 出了院 我小弟弟跟我大弟 我大弟弟跟那开了七个月 七个半月 这是在那个七月二号的时候呢 晚上 我爸给我打过一电话 后来说的 刚才你三哥走了 你三哥人有病 明天不来了 我说那不来了 那怎么办 你不来了 我说明天我去呀 这么着过去了 后来晚以后 我爸也跟我说 你三哥走 我说说来了 我说这替小四 因为非得让小四 小四付出代价了 就这么说的 没说过 让三哥看吗 我大弟弟就是 这房子给你了 你不付出代价 这房子还能给你吗 在郭家兄妹几个人看来 既然小弟 获得了父亲的房子 就应该在 赡养父亲这件事上 付出更多 但如今 小弟并没有照顾好父亲 甚至再三企图 推脱赡养这件事 小弟的态度 让其他几个兄弟 对他的不满更加加剧 提到了这个老人 对房子做了处置 这个事情 是不是一下子 在你们心里头 就炸开了一个 像地式炸弹一样 这个家的吧 应该是俩 他们俩 应该服侍老爷子 对不对 服侍我爸爸 为什么他们就 就不能付出呢 我们怎么付出的 还怎么付出啊 我们要付出 我们常回家看看 当你们十天之前 知道这个事以后 你们有没有 找小弟弟谈一下 就是这个房子 现在明摆着 已经在你们名下了 那老人的善养问题 是不是你们 就应该负全责 你们有没有 把这话摊开说呢 我父亲 有小弟弟 还有这个小弟妹 到我父亲的屋去 我爸这儿呢 需要人看着 我你们能不能看 找我小弟妹就说了 就说我小弟 说他能商认不商议 我小弟妹说了 我商不了人 一个人商认 你不商认 他一个人 他能照顾老婆吗 他一个人 他照顾不了老婆 除了他上班的时间 咱们不保护 因为我还上了一份 咱说您 我出钱 他爸说 那个我们24小时 不能离人 你们的态度 现在是 房子 就已经过过 到你们名下了 我们认定这个事实 但是老人 必须你们两口子 把老人安顿好 对 这是你们共同的 表达的意思 对吗 但如果是你们 把老人摔成热呀 照顾不好 那这房子要立说 对 对了 我听听这个专家 怎么看啊 苏老师 我这个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刚才虽然说 主持人一直在强调 就问那个问题 说是不是 现在觉得房子没有了 大家觉得照顾起来 没有劲了 虽然三位都否认哈 但是我提一个假设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会觉得 因为这个小弟弟 他照顾老人照顾的不周到 尤其是看到那张照片 我们都看起来 都觉得特别心疼 所以你们会觉得 这房子给他更不值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假设一下 如果说 这个小弟 把父亲照顾的比较好 然后父亲也满意 您觉得这房子给他 你们同意吗 这您得问问我父亲 问问我爸爸 他现在能不能 就让他看 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 我父亲现在说了 说现在我 这么大岁数 说我现在连自我 我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您父亲又跟谁说的 跟我 就跟我们 跟我们说的 我们去的时候 跟我们这么说的 这是我跟我男妹 我到我父亲那说的 我现在我父亲 连房子没有 我住才是人家的房子 这句话能代表什么呢 因为要是说 那过户给小弟弟 这不是也是爸爸的主意吗 刚才你没听说吗 让人忽悠就是吗 那现在爸爸认为 这住别人的房 会不会也被忽悠了呢 不忽悠说 他让人也忽悠了 他不会忽悠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 是可以有决定权的 尤其房子本身 就是老父亲的 那么老父亲 现在又反悔了 又变了想法 会不会也是被忽悠了呢 如果要按那个逻辑啊 就想当初变更 是被忽悠的 现在又后悔变更 会不会又是被忽悠的呢 如果要按这样的逻辑 去推理的话 也可以有另外的推理啊 那你 我们老父亲 是不是我呢 忽悠她们 咱慢慢谈啊 从前面聊呢 我觉得这个大妹妹 好像和小弟弟 关系不太好 刚才一个简短的对话 好像你很强势 不是 我看不上那个小弟弟 是吗 他有一句门 就没给我爸买了点衣服 我爸跟我说 有一回我爸去上那个有病 去上那个社区去打针键 打针回来了 回到路上 我爸说的 你瞧 其实打针他跟着我 那个我头了走 我后边走 离我远远的 我说怎么了 那嫌我脏呗 我说没有这事吧 那不是嫌我脏 应该跟我旁边走吧 这么着 我还跟着去了呢 你跟着去了 还有一回 他也是去打针键 在那儿 然后有一老太太就说 他说谁给你洗衣服 洗得多呀 我爸就说 我闺女给我洗得多 你猜他说什么 我还给洗裤衫呢 就是他说 你洗了梦 打我一进门 你洗了梦 闺女洗得多 是指的您 还是您的小妹妹呢 我 是指的您 后来完以后呢 他就说洗裤衫 后来我问我爸 我说那您回忆回忆 那您什么时候 给您洗过裤衫呢 那时候也就我退休 他刚进门 在家没有事的时候 就拿着一回 就当栗子了 话书回来了 儿媳妇给公公洗裤衫 这事儿就不多 我就说 能洗一回不错了 是不错了 我就说能拿着 老挂在嘴边上吗 你应该常给洗一下 就对嘛 您说是不是 从我们善意地为别人来讲 如果对别人好 我们不要老挂在嘴头上 确实是这样 但是那是对人的高标准的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儿媳妇给公公洗裤衫 即便有一回 换成积极思维的话 也是不错 我想问这个二个一个问题 您有时候啊 今天上场以后 大部分时间都在那抖了 这个双脚和腿 他就来解释呢 就是安全感不足 就是您 包括您现在这个姿势啊 非常防御 就是您现在在想些什么呢 就是说是父亲病了以后 因为老父亲的样子很惨 是爸爸病了以后 你安全感不足了呢 还是说 你也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了 自己身体也是在下降 是吧 健康也在下降 然后导致的整个安全感不足了呢 就是您的身体语言 我一直在观谈您 就假如恐怕 像您提问的时候 您这个脚就跟现在 我跟您说话 你看不动了 但只要一不说话 您就开始这样 就抖得非常厉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毛病 就从小就这样 对 这跟妈妈去世早有关 你妈妈去世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 就是去世时候 你可能才十四五岁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这种 很年轻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丧母 实际上对一个人的安全感 是有有那个影响的 我接着问哈 就是刚才的时候 咱们在台上 包括连线的时候 那个弟弟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照顾 父亲照顾的更多 那在你们这个五个兄弟姐妹之间 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就比如说一周七天 通常你们每个人会照顾多长时间 拿数量来算 这拿数量来算 这房我们不跟他张 虽然你也照顾多一点 您承认小弟照顾的更多一些 对 对 这是实话的 因为他一年来一回 我们都是等着他 三十晚上来了 才炒菜 他不来 我们都不开桌 这应该就以他为主 以他为主 以我们为主 我们也不是说让他照顾 我们也不是说不回去照顾 那我顺着您的逻辑推理 我打断于苏老师的话 您刚才说 应该以他照顾为主 而且你们是十天前才知道这个房子过户的 在十天之前 你们也是默认 这个爸爸就应该让小弟多照顾 那也就是在你们内心 也默认另外一种条件对等 就是说默认将来这个房子是要给小弟弟的 对吗 只是说你们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 提前知道了父亲这个安排 那为什么心里又难以接受呢 而且你小弟弟也一直是这样这么做 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呢 他也在做 而且你们也默认这种模式了 对不对 刚才照片就一看了 就这么照的 就说谁能收到的 到底是因为这个照片出现了 还是说是因为十天前你们知道了 老爷子早就做了处理 让你们心里难以接受 在这之前人家我爸就就就就有苦头 为什么 刚才说苦太多了 我爸也说这房子那意思我给他了 这儿子下来 儿媳妇一点都不管 就说我不止儿媳妇那我我儿子上班的期间应该谁管 现在您小弟也还在上班 对 您说那你谁管 在这前前些日子吧 我爸给我们消舍 他说 我娘那回给我衣服怎么的 俩人过来了 他急了 急了不怎么说 他你把房本给我拿下来 你在这俩一口琼琼的说什么 拿本甭想 这儿是吗 这么着 你说是不是气老爷子呢 这谁跟您说的 我爸说的 谁说过这儿 你说多胡说法 他就没下 他就不下 他就说我们两口就气 两口就下就气 真是我爸说的 我不能胡说 你还不胡说 你找到哪儿胡说 哪有这么气老爷子 甭想 哪有这样的呀 有句老话 老小孩 老小孩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那么老人的岁数大了以后 他有的时候 就跟那小孩那个性格似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听老人的话 以及听小孩的话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我们得过滤一下 另外呢 我作为律师来讲 我必须要公正的去讲一句话 小弟弟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呢 可能有做的 包括那样刚才说 摔到老人啊 这个事情 但是我刚才心里边 有一点点酸痛的感觉 是为什么 就是当老人摔疼这样的时候 受伤了以后 我们所有人的关注点 你们作为子女的 所有的关注点 到底是应该关注到 未来老人的生活 还是要关注到 这套房子的处理 还是说像你们刚才所谓的 我关注老人的生活 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对吧 把房子的问题说清楚 我觉得老人在这个年里 我们可能更多的 即使说没有财产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 先把老人的生活 照料好 这是敦药物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说我们都平常 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 老百姓的话 干得多啊 有的时候就容易错的 所以说呢 当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差错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愿意去 善意的理解 它不是故意的 是疏忽 还是说他就是故意 不想把老人照顾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合理的公平的 去中间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 而且刚才小弟弟在恐怕 跟他连线的时候 他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也不能24小时 我睁着眼睛 是吧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说完之后 第二天早上 我小弟弟给我打电话 就说 二哥 昨天晚上夜间啊 爸睡了 我睡得怎么样 他把眼睛 磕一口了 当时就是 他睡的时候 我们任何人 没有责任 我叫呢 我跟他 我跟我打远 他打电话 我说 这事 他呀 把爸睡了 为什么要不用说 爸睡了 而说他把爸睡了 为什么要前面 加俩字呢 你许您都没在 经意就这么说了 但是您知道 我们作为外人啊 听着这里头 就不太对 而且 建一老师说的这句话 其实还代表了 您第一度 关注的到底 是哪个核心问题 关注的是错 还是关注的是 老人家摔了 那我反过来 要问一下二哥了 当前早晨 您知道老人家摔伤了 第二天去的医院是吗 第二天去的 谁去的 我小弟 还有谁 还有谁 美女 就小弟一人 对 后来其他的子女 什么时候到的 第三天 第三天您才到的 对 大姐什么时候去的呢 他告了完以后 我这已经 已经 我想去 我爸给我打我一边话 你就甭过来了 我说那我们要再过去吧 您是第二天去的 我也是第三天去的 我想去 我爸给我打电话 那就是明天 你第二天还来呢 你就是要别跑了 其实到最后还是 到最后还是老四把他先送过去的 对 他在场啊 我们会从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理解 但是我这觉得在这中间啊 大姐还好点 他还经常去 我还真没听您讲 您经常去父亲那看看他 我 我不跟你说吧 嗯 对 您工作忙 六个月的时候 我还在上班 这班也不上 这脚这 怀的骨刀啊 嗯 那离手了 那就是您 两个多月 上班 我想您晚上肯定不上班的 我在河北 哦 您上班在河北是吧 对 哦 在河北上班 你有星期回这一趟 回来这一趟 你会去看看老爷子吗 你听我说 回来的时候 有时间我就过去了 问一下这个大姐啊 你的哥哥和嫂子都不带保护 为什么你折这么眼 我无所谓 我这意思 他做的不对 我不能给他丢脸 不陪他丢人现眼 是这个意思吗 那那个哥哥和大嫂子 怎么不怕呢 我都无所谓 好 这都叫我们的观察范围 因为人的行为的背后 都有行为 我不怕 我怕 行得正 我立的直 你是行得正 你啥都立的直 如果您觉得老弟照顾不好 你有没有想过 把老父亲接到你那去 想过 他不过 想过 你们揣摩一下 父亲他最想跟谁过呀 他现在他就想 自己那边 他想儿女都围着他转 你想跟谁过 我呀 现在我实在不见 老父亲表态 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心痛 为了弄清楚 这家人矛盾产生的来龙去慢 主持人请场上的兄妹三人 先下场休息 那么面对哥哥妹妹的质疑 随后上场的小弟两口子 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你也戴一帽 我怕丢着 这是给大家添麻 还没给老父亲照顾 四哥我想问问您 在您心目当中 您是不是会认为老父亲赡养 就是您的事 这个赡养 因为归赡养 我是赡养 这个 您告诉我在您心里 您是怎么考虑老人赡养这个问题的 那您该照顾照顾 该照顾照顾是谁照顾 我来照顾 您来照顾 对 他还是心疼媳妇 由一进门 连饭都不会做 给他惯的 您在这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对 为什么这么想 我交回以后 一直是我们爷儿俩 自始至终 都是您跟老父亲相依为命的 做个伴 对 所以父亲老了 理所当然是您来照顾 但是您有那么多哥哥姐姐 你有没有想过说 大家一起来照顾呢 我现在不是他们离这远吗 我就是想说让别让他们老爷跑 我心当我们弟 都心的 然后呢 他心当媳妇 您的这个想法有没有 因为这个房子在你们名下了 所以 这没那么想 没那么想 对 您为什么一直在哭啊 您哭什么能告诉我吗 您是想到什么了这么难过 甭管这么说吧 我们就这么照顾 还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你照顾几天呀您 你先说吧 我们就想了 反正就我们想 老跟老父亲一块住 我是八九年 接的婚 到今天10月15号 整好25年了 我就想了 哥和嫂子都离得远 再说 比我们年龄又差得多 说实在 我们能尽力就尽力 就完了 是不是离得近 我们楼上楼下的住 就是这么说 从那原来平房院 就是我们一结婚 就跟老爷子一块住 老爷子脾气不是特别好 说实在说话 什么之类的 我们俩脾气 他脾气特别好 我弟弟 用我事的 不会说 他刚几岁的时候 老伴就没了 而且特别坎坷 有些事 我也听别人说的 老爷子不容易 咱就能尽力的 帮就帮就完了 是不是 能照顾就照顾 这是做 做人没有良心 是不是 没有父母 那来的你呀 是不是 但是现在大家一直都不满意 太亏心了 他 对老爷真亏心 这么多年 我没有 就是我们带着上医院 上哪儿 没有跟他们任何人 说过一次 好多就最早的那些住院 什么的 都是我签字 因为什么 他特别老是 他也不敢做主 我就觉得当时老都是 年轻的时候 把我把年轻的时候 把说咱有什么毛病 不管什么的 我做个决定 就是我做决定 我签字就成了 你签什么字呀你 你做不了主吗你 我跟大人商量 完了现在呢 10点吧 80岁以后吧 就好多东西 因为人不让 我是媳妇签字了 从10点以后 就是每次都是就是 他因为离北京三元近 就是他三四点钟 得管一专家 三四点钟去 蹲好 蹲完好 拿着好以后 完全我三哥开车 就带着去了 现在是每天 是您在那照顾老人是吗 对 您陪您爸爸住 对 我是上班呢 就上班 下班呢 我就看着老头 就先就轮了一年了都 白天上班去了以后 老人怎么办 我三哥呢 就跟我们轮班 他到7月10号 不是查出病了 他妈 然后我姐姐过来 晚上没人 晚上就我呢 就如意 都给他伺候好了 洗洗洗洗洗洗 磨磨磨药 那你捞捞的 我就再上班 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 小弟的确付出了很多 但或许一直生活在一起 小弟或多或少 忽视了对老父亲的精神观照 在前期采访中 小弟表示 因为父亲把房子给了自己 所以在照顾老人方面 他一直自愿多付出一些 但如今小弟的确力不从心 希望哥哥姐姐能帮自己一把 但是因为房子过户意识 哥哥姐姐对自己心存戒敌 十分敌视自己 这让小弟难以接受 您的哥哥姐姐们 可能对你们的那个房子 有很大的意见 这个房子 其实在十年前 就已经过户到 你们的儿子名下了 这是一国家机构 我带的老爷子 我能办吗 当天是谁去的 当天是我们俩 还有我们街坊 就是我们院里 有一个街坊一起去的 因为都在办这个 就是改到 从那个就是老人 改到那个什么孩子名下 说的那个 交了气税 一花税就成了 我爸就就把我们俩都嫁下去了 说咱们楼那都那改名呢 你就那个去改了得了 说的那个什么 省着省着他们都惦记的事 我这人说话 说给你就 说给你们就给你们 我说到做到 需要什么手续我都办 房子更改 这个是老人主动提出来的 就拥问他这句话 我就拥问爸的这句话 我感动了这么多年 我说不管为他做什么 谁承认不承认 我良心在这了 是吗 我说不管怎么说 爸这辈子不容易 我们谁都不找 知道吗 就这么多年有病 我从来没给他们说 打个电话说什么 从来都没找过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说没有大的问题 各界都离得远 是不是谁来 是就来 谁不来呢 他就不 那是不是爸爸把这个房子 给到你们名下 你们心里觉得 吃了一个定型丸 这个老人 我们必须赡养 在你们的想法里 肯定是这么想的 对吗 就是没给房子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我们 那为什么在前几天 您的二哥上去找你们来谈老人赡养的时候 你们会突然有这么一句话出来 说房子早就改名了 我不知道 爸跟他们说过 没说过 那天发生什么了到底 那天啊 是我二哥跟我三哥加我 我们仨商量的事 赡养老人的问题 那我二哥说什么呀 就说你们你们赡养老人 就说我们不争房子 让我们俩轮流照片二十条 不能雷起人 我说这个不可能 他说第二个方案就属于 大家轮班三一三二一 就说把这就分这房 我们就说到这会就不说了 这是二哥提出来的 对 然后您就没说了 还是说您告诉他 这房子早就过户了 我没对 我没说 但是谁告诉他的呢 他怎么知道的呢 后来他又找我一次 这是十一号 那天我听你说的 就是说你们两口子 要二十四小时盯着这事 就是他上班 我要盯 还得要把老爷子看好了 那大家都满意 这房子还不跟你争 是这么的 后来我给二哥打一电话 我说二哥 您看这样成不成 就是四儿上班的时候呢 咱们故意保姆 我出钱 白天您上班的时候 故意保姆 保姆费用您出 对 然后晚上您来照顾 有时候我们也过着 不上班就还照常那么照顾 那不挺好 这有什么矛盾呢 现在是什么呀 这个老父亲 他不愿顾 说什么不同意 我们找了好几个人说 我跟他谈了多次 完了他就不同意 那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就不明白不同意 有人照顾不就得了吗 对 那我推一下老人的话筒啊 老爷子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小儿子在现场说 对您的赡养哈 其实他也非常非常想尽心尽力 但是毕竟他有个现实问题 他要上班 上班的过程当中 故意保姆 这个想法 为什么您得不到您的支持呢 我不同意 必须得这小儿子照顾您 是吗 是 他希望轮班 这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轮班的话 你们肯定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对我们觉得没问题 那我就问问其他几个 二哥跟大姐哈 来推一下二哥和大姐的话筒 二哥 那如果轮班的话 您同意吗 我也同意 大姐呢 同意 同意 好 同意的话 那不没问题吗 这今儿来这不是很好解决 他不同意 谁不同意 人也不同意的 这轮班啊 这欠着一个 房产问题 房产问题 如果没这房子 您照顾不照顾 照顾 那不就结了吗 他现在有啊 他不是说没有 这现在不是有吗 他真没有这房 这大老板了 他有这个 所以现在 这就是麻烦事 面对组织人的提问 二哥一边满口答应 愿意赛养老人 同时 二哥又适事与房产挂钩 二哥真实的想法 究竟是什么呢 在之前 这家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二哥有这样的表态 现场的专家 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小弟弟 您这个岁数也不算大 怎么满头摆发呀 您是 少白头 少白头 小的时候就这样 对 十五四五就有 你觉得您这一辈子 活得愉快吗 不愉快 为什么不愉快 老有烦心事 都有什么烦心事 包括从小到大 既往的 小时候没事 就是说这到时候 这赡养老人的问题 就是烦心 也就是说 小的时候 即便没有妈妈 然后爸爸照顾你 也很不错 是吗 对 然后哥姐姐 对你也很好 对 只是就是 自从这个房子 出了事情以后 是吗 对 然后就觉得 烦心事多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在你那个小的时候 那个哥姐姐对你好 那爸爸多么不容易啊 他一辈子没再婚 是吧 对 那也就是说 爸爸把你们几个六个孩子 带的不错 就相处的不错 家庭关系和睦 对 虽然过去穷 但是呢 爸爸一心一意的对你们 是吗 对 那原本的基础好 现在这个事情 按理说 并该闹成这样啊 你觉得是谁 在你家心里最不平衡啊 那我怎么说 我所以弟弟的 就你家谁房子最少吧 我 从总面积上来讲 谁少啊 先生就我二哥 我遇到两军 就二哥最少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从心理学上讲呢 就是一个主事啊 比方说他觉得不平衡 家庭分配不平衡 他背后是心里先不平衡 那心里不平衡的原因呢 那就是说 我曾经从父亲那儿得到的最少 那现在我当然心里不平衡了 你觉得你能理解二哥 现在这个心情吗 他心里不平衡的这个心情 你们俩各回答一下 就是理解就是理解 不理解就是说不理解 没关系的 为什么沉默呢 其实沉默也是一种态度 不想表态是吗 实际上不想表态 等于是说不理解 因为之前关系挺好的 就是二哥二嫂吧 面上刻过的去 反正每年就是到三十晚上 等着他们吃这顿饭 总远都说二哥二嫂 多少进门 我三嫂炒的菜 总远等着他们 一年就那一次 每年二嫂进门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那句话 他们每年就这一句话 我感动我一年 老说爸真养了一个好儿子 搁在你们手里 我真放心感谢你 我每年就用这一句话 我高兴一年 那这么说 就是不是和二哥的问题 当初二哥 找三哥 找都对我们挺好的 我们家二姐都是 就是他们都特别尊重我 可尊重我的 我也尊重 那我们连孩子 二哥的 就是闺女 公别什么的 还有三哥的儿子 什么都对我们 好了 那我听出来了 我问一下 正好缺大姐 就也就是缺那个大妹妹 你刚才数了这么多人 对你好 唯独缺的是她 而刚才电话连线中 恰恰是她说话 跟你声音高 你们俩之间有对峙 那也就是说 是她在中间有问题 你个人觉得 打我一进门吧 好像她就看不上我吧 我是郊区的 她就觉得我嫁到他们家了 我可能高攀他们家了 做什么都不对 她永远看不上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因为说 她小的时候吧 就是 甭管怎么说 大姐付出的多 我特别特别尊重 你知道吗 但是她永远看不上 她一进门 就跟我大嫂 她们一块吃一块喝 不能败 到现在 不能败 你因为她看不上 才促使我 我一直在努力 你知道吗 我就想你越看不上我 我越努力 我就让你承认我 我凭着自己的努力 但是你怎么做 都得不到认可 是这样 就每次好多的事情 我真的 我从来没地儿去说 她刚才说 你只给公公洗过一次内裤 你对这件事情 是不是听了很伤心 我打一进门 就我爸的 我从来都是熟悉 就所有的医生都是熟悉 他们承认不承认 天地良心 你天地良心 洗过几回呀 进了家25年了 我没跟任何人 抱怨 没跟我爸说 我一次说哪个儿女不好 我爸每次说这不好 哪不好 我永远说得了 哥哥 他忙 谁要来呢 有功会儿就来了 没功会儿 人家都上班都忙 有人管您不就得了吗 从来是这样 我没跟我爸跟上说 我他儿女一个不好 她就想你就是什么呀 你出门了 公仔不许回来 干嘛来了 我是心疼我爸 我得过来 你甭管洗涮 都是我 都是我老 嫂子 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长时间的讲述 如果非想说明一点 就是你们为老人所做的 对吗 对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们为老人 我想没有功劳 肯定有苦劳 既然你们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 在其他的兄弟姐妹看来 至少在刚才做的那三位看来 他们觉得并不满意呢 不知道 我真不理解 因为有的人信誓到难 从三 从那个发生 对 他们 他们来过吗 他问问老父亲 那个 那病什么 谁去带他看的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跟老人单独生活 没有其他儿女 就是 应该是85年 是86年 那会儿 等我二姐 结婚会以后 就我跟我父亲 就是俩人 那个刚才大嫂说 他在从75年到02年 这个期间啊 这个人 他说跟你们是挨着住是吗 对 一强之格 对 那其他的子女呢 离你们远吗 我三个也近 也近 对 就是我二哥远过 二哥远点 对 那你这个大姐和二姐呢 我大姐应该 他就住五道口 我大姐 好 那我再问您一下 您认为 在这个十几年 二十年的 照顾老人的这个 日常生活当中啊 嗯 先不说照顾的好与不好 你们认为你们照顾呢 大到百分之多少呢 以百分比来说 咱们分天分不清 就说是现在还是以后 之前 就我爸八十岁以前 那时候自己都能料理 说自己做点饭 一到八十岁以后呢 就是腿甲不利 我是有时候 就是白天做两顿饭给他 我帮我白天晚上 给他做两顿饭 两顿饭你做了 比如说就这两顿饭 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您的做能占多少 大概 得三百天吧 应该是 一直持续这么多年 是吗 对 那其他的呢 是谁给做的 比如说我三哥过来 三哥 没准我姐过来一两趟 是怎么知道的 三哥和你那大姐 谁来得多呢 我三哥来得多 你们兄弟姐妹六个人 经常会走动吗 我三哥呢 二哥呢 跟我二姐那儿就去 大姐不去 大姐那会儿有点矛盾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老父亲摔伤了那次 那是哪年 那个眼睛那个 就前几天 前半个月就说 前半个月 那我再问一个时间点 就是十天前 他们知道这个房子过户了 不知道 就别问他们了 他们表达的是一天之前知道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其实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我就感觉 他们之间 这一大家子人 在这个知道房子过户之前 从来没有因为 老父亲的善养 发生过矛盾 甚至是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 觉得老父亲住在这 他们照顾还可以 甚至是摔伤了之后 说我过两天再来看看你 他很放心 但是知道这个房子 已经过户之后 矛盾都来了 可能你们在95年的时候 都商量过 说将来老父亲说 这房子就是谁养我给谁 但是95年到现在 已经19年了 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兄弟姐妹 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 他们也能接受 觉得我有房子住就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当他们一下子感觉到 如果说这笔财富不归我 那如果说你进这个老父亲的照顾的义务 又没有进到的话 这个心理上一下子 这个落差就显示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房子怎么 大伙商量好了 那就是说 当时说的都没说非要赡养老人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那协议在哪 您说的是这个显示在 这是2000年的12月30号签的这份协议吗 对 证书 什么内容啊 这个内容的大概的意思 说老父亲的年事已高 在有生之年愿意留下此证书两分 大概的内容是海电区房子一套 房改受房时 由四儿子这位先生 投资现金六万元之余 一次性将其房产权买下 并付清了所欠一切费用 我建在时房屋由我居住 过世后房屋产权和房内一切物品设备 全部由四子及孙子继承 那个孙子指的就是他的儿子 那个孙子啊 写了名字 其他人不得有任何借口 占有房屋和屋内财产 当时还有 谁签字 两个证明人是吗 对 这两个证明人是谁 这都是我们老街 邻居街坊 朋友 朋友都是朋友 这是两千零几年 两千年十二月三十日 应该是老人家的签字时间 那是两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两位证明人的签字时间 那是两千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签字字我父亲都不知道 他在自行做主 去找人签的 那就是这个房子 其实最开始 在两千年的时候 父亲已经对他 做了一个归属的认定 他们也都知道 而且这个房子 当时是的确是你们出资买的 对 你们有这个想法买 对吧 但是买的老人住的 他们同意 我爸同意才买 那有这么一个背景 做基础的话 我想对于这个房子 最后今天能够 在您的儿子的名下 我觉得可能我们想起来 也就顺理成章 特别能理解了 他不是说 凭空而来的一套房子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 他刚才提到这个点 也就是这张证明的出事 对于这个房子 是不是更加的清晰化了一些 现在来看呢 还不能说完全清晰 但是可以起码证明一点 也就是老人家呢 是有意愿 将这个房产呢 给了这个四儿子和孙子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这条件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是在百年之后 也就是这份文书呢 实际上虽然他没有写遗嘱 实际上是一种遗嘱的形式 那既然是遗嘱 也就是老人家的表达的意思 就百年之前得由我来居住 那百年以后 这个房子才能够归 四儿子和四儿子的 但是在2004年 老爷子也跟他们一起 去做了过户 那就是那个过户的行为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么个基础了 对吧 我们现在想来 这两层含义还不太一样 简单的来说呢 这是一份遗嘱 那么这份遗嘱的意思 就是要堪辅留一个条件 就得人百年以后 而在2004年 这个过户行为 那可能是买卖 也可能是赠 那他并不是在遗嘱当中 他不是一个遗嘱的法律关系 延伸的问一句 司令您大概跟我说一下 在1985年拆迁的时候 那会儿那个房产的情况 您大概还能回忆起来吗 那会儿真不是 那会儿您不太清楚 那我问你 1995年拆迁的时候 当时被拆迁的这个房屋内 居住人都有谁 有我 有 有我儿子 有我父亲 就你们一家三口 对 加上你老父亲 对 当时那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 被拆迁的房子 公房私房 这是自己的房 搭队披的 搭队披的私房 对 当拆迁的时候 拆迁了几套房 就是两套 三居 一套登记在您的名下 对 一套登记在老爷子名下 对 在1995年以前啊 老父亲有没有给过 大哥 二哥 三哥 还有两个姐姐房子 那个大哥 二哥 我三个 他们三个 全部有房 二哥 我想问 您知道这份证书吗 不知道 我父亲说 我父亲不知道 大姐您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来 把三位都请上来 但再次上场的大姐 却和之前的状态 完全不同了 大姐的做法 前后不一致 是否有别的原因呢 大姐 您为什么把帽子 给眼睛都摘了呀 我没做婚姻事 我不怕鬼叫门 没事 想表明一个态度 对 我证明我自己是那什么的 什么我都是清白的 此时节目录制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 一直坐在观察室中的老父亲 除了聚精会神的 倾听专家的分析 也会让工作人员 搀扶起来 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 看到年事已高的老人 为了子女这样辛苦 节目组的工作来源 也都感到心中十分酸楚 看见场上各自 己见的国家子女 对于这家人未来的结果 我们也不得而知 刚才SD和D型 也在这场现场讲述了 对老人这个问题的看法 以及他们的一些认识 各位你们在场上 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有什么疑意吗 有疑意 他说我看不上他 不是 他来到家里的 我还真是拿着当妹妹 我真是缺妹妹 真的 他就认为我呀 出门的姑奶奶不应该回来 我要一回来 他就让你侧着眼中看我 所以呢 就是就又有一回吧 是我爸去退了休了 在金赌寺的上班 那天呢 正好我跟我爱人呢 我们俩走错了 走差了 我大孩就回家了 我爱人就回到这了 回到这呢 这儿朋友我爸回来了 我爸说的那什么 弄点吃饭吃吧 我爸说的 你呢 待会再走 想着把我鸽子都捐上 然后我爸呢 穿饭呢 他就马上就走了 鸽子比天黑的 他再往下跑呢 往下飞呢 这么着 他就是指桑骂怀的就说 干你干嘛了呢你 你说谁要是外人听听 你说 心里什么滋味啊 后来回家 我听我爱人一说 我就挺生气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是中午吧 我也接孩子回来吃饭 那天中午我爸没回来 他呢 他谁呀 他就我弟妹 我跟那儿做饭 都乱了 我我我尸嘴不咸着来了 我我承认 我嘴尸不咸着 我说你骂谁的你 是不是 你看 你说谁滚蛋的 说谁滚蛋的 我这么着 他就趁着脖 我想知道你们以前 发生过什么过去 什么事也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事 他就记恨我 他看不上我 不是说看不上 说在我跟谁 我都说了 我听你们这个 好像有着深仇大恨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上来让您 其实就想就你们家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来谈一下您的看法 第一个找的点 就是他说了我 什么看不上他 这个其实 他刚才是在我在下面 他说我 他说我干什么 我看不上他这个外地媳妇 我可没有 就是撒扫 我跟谁也没红过脸 跟谁也没急过 都是和和气气的 怎么就到他这 我出门的姑奶奶 我怎么就不应该回家呢 再说我爸 又一个人 又当爹又当妈 给我们代事代事大 不容易 又给成了家 对不对 我就说是这个事 后来我爸跟我说了 你甭回来了 甭回来了 我说爸呀 我说您不让我回来 那您一人 就是冷屋的凉碳 谁给您弄办呀 是不是 大姐认为 这个家庭的矛盾根源 就在于他与妹妹 一直以来的不和 如今老父亲的遗嘱 只是个恼火索 使得这场冲突 独步升级 对于大姐的看法 心理专家会给出 怎样的解释呢 您为什么前面我问您 就是说戴眼镜 戴帽子的时候 您说的不跟着 不陪着这个小弟 小弟媳现眼 您不摘 我现在 那怎么现在上来 然后因为现在小弟媳 也戴着帽子和眼镜 然后您上来就摘了 我不怕鬼叫门 我行吧 那您听我从心理学解释一下 我个人认为您这不就是叫板的吗 就前面呢 就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不陪着你们现眼 我就戴着 但是你看那对面有个戴着的 您就得摘了 这不就是叫板的吗 不是说叫板的事 他觉得他是 我觉得这做事就是见不得人 那您说您都觉得 他做事见不得人了 他认为您看不起他 那这不是也是对的吗 不小时我妈就去世 我就在这家里的 我弟子才多大 他就一直跟我一百万睡觉 您问问他 他到现在他给我忘了 您结完婚以后 您问问 刚才在场上 我可问他 追溯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可能也就才七岁 然后他说那个时候 你们都对他好的呢 然后爸爸对你们也特别好 一家可好了 他就最近为这个房子事情 闹了别扭 他刚才在场上 这些您没有听到吗 您只听到 您的小弟媳跟您说的 说您过去看不上的 您只记住这个了 别的都没有听到 不是他这一点 那为什么纠正于我呢 我没说看上不上他 真的我没有这样的 弟弟不说了好多你们的好吗 而且那个小弟媳也说了好多 照顾爸爸啊 什么这些 为什么别人的好 我们总听不到 他能照顾几天 他照顾了几天 他照顾了吗 就说他那天一姐气 说我洗裤衫了 就洗那一回 就挂在嘴边上了 您这给我爸气个事 气的什么样 您知道吗 那你说说看 气成什么样 他知道我爸 我爸的感受吗 说在我 就是能做到 一个单亲 我有我的苦衷 我不跟我爸说 我要跟我爸说 我爸心里难受 嗯 是这样的 他能理解 嗯 所以呢 他就是拿着一句话 就老戳到我爸 弄到我爸 你看我 就给我洗那一裤衫 你说我这干嘛呢 我这 我说爸 我要洗一会 要洗一会 那儿媳妇应该的 是不是 我还开打他 嗯 他心里的 就就 他那心似的 这样子 老爷子这 就是也是老八板 特别强制那一人 嗯 我等不用你 我就不用你 是这样的人 我不爱 这人 那这是老爷子的性格 你想老爷子 一辈子没有再婚 拉扯你们这么多孩子 长大 那一定是一个很能干 然后很倔强 然后非常有主见的老人 那跟这样的老人 一起生活 有他的优势 就是老人能自己动的 绝不会麻烦别人 对 但是也有劣势 就是老爷子的主意 特别正 别人想说动他 或者是说 想建议他什么 会很困难 尤其他又是老了 老了以后 假如年轻人主意 都很正的人 到老了 更加容易陷入老年型的偏执 所以我觉得呢 你们一家 现在不要剑拔弩张的形成 像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对垒的局面 我觉得互相想想对方的好 是不是这问题就好解决了呢 在厂商的时候 可能提出过一个这个说法 就是说这房子给他们也行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把老父亲照顾的很好 但是我知道这个很好的标准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就是在你们心目当中 这个照顾的很好 有哪些标准 一个招老爷的高兴 老爷的高兴 这是第一条 一个心情舒畅 再一个你给他洗的干干净净 谁你得谁进去谁都得说 那个老爷真干净 哎 人家听心里也舒服 好 是不是 还有吗 屋子你得规矩 不搞微生 不行 洗洗涮涮 洗洗涮涮 对 跟老头旁边说话话 我觉得这些都不过分 都是很正确的 小弟弟和小弟妹提出一条说 你们认为他们要一天24小时盯着 不上班了那就没办法 这条你们有没有提出过 这照片可得看 这一天老头 一会儿旁边有没有人 再说一下 一会儿老头还能不能起来了 但是你的弟弟是物业工作人员 我们相信大家都住在这个小区里 都有物业 这个物业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 说话也挺辛苦的 你要也要体会他呀 你看你现在老有所为 你还到外地去工作 那弟弟现在还是40多岁的人 他还在职业中 你们能不能互相都体谅对方一点呢 这不是说我们体验不体验 那是 我小弟在上班 我弟媳妇现在他也退休了 他现在外面带着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弟媳妇应该就全心全意在家 就别再去谋第二职业了 是这意思吗 就不要再去退休还去干 就拿照顾老爷子做职业 你们是不是有这种诉求 这种想法呢 有吗 我这不是说出来的吗 好的 大姐 您大概这一年365天 大概能去看老父亲数圈数能有多少 得300多天 从哪一年开始300多天 我哪年 我上班 我休息我也得去 也就是说从历史严格来讲 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 坚持几十年300多年去 没错 然后呢 在这300多天 您每次去的时候啊 您的除了逢年过节以外啊 您的先生与家人 有多少次陪您一起去的 几乎都去 我一人去的时候少 一般孩子小的时候 我都带着孩子 往后跟我老伴不是上那个上班吗 他下一班 我说刚才过来接孩子 我们又一起到我爸那去 也就是说您大概的意思呢 每年在365天当中有300多天 您一家三口一起去看老父亲是吗 几乎吧 几乎 您住的大概离老父亲有多远 现在也不远 也不远 现在还保证就是每年 大概有300多天 有300天 甭说300天 你让我天天住那 不让 就是我说的是实际啊 不是愿不愿意 就心里我愿意照顾365天 和我去照顾365天 这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才您听没有我的问题啊 我明白 不是想与不想 是实际去了没有 去了 好 二哥 我同样的问题问您 大概是多长时间 一天什么时间 我要顶多了 两个月 为什么我还在上班 您是一家人一起去呢 还是您自己去 从而我觉着呢 你家人去 有的时候呢 我闺女现在啊 住在这儿 我要闺女的时候啊 就看了那爷 看了爷也没点东西 在这300多天里边 去的时候啊 能不能够达到 刚才你们所说的标准 心情舒畅 从不伴随 老人家说音 你们从来不说一点 然后洗洗涮涮 干干净净 就是你们每次去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吗 大姐 有我三个二啊 有我七二啊 没来 现在我就一直到 到现在就去 辞职我的班 我就给他换衣服 我就给他洗 你问我 问问我弟弟 他心里可明白 我说的是标准 我也做到了 因为刚才啊 我所看到的一幕呢 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最开始的那张照片 当时屋里的状况 有些事实呢 是可能是我们去说呀 我们能有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会用去眼睛去看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啊 我是想让每一个人呢 都能有一个了解 但是我们去做一件对的事情 可能不容易 但是去挑错 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他做了一百件事情 九十九件是对的 我可能能挑出一件是错的 难道做了这一件错的事情以后 就会说他这个人做的 所有的事情全都是错了吗 我经常会说一句话 叫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才能够要求别人 去按照我们的标准去做 所以说刚才我才有 刚才我一番问话 到底我们是怎么做的 对方是怎么做的 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要把标准拉平 所做的事情才能够叫做公平 我想问一下那边的那个小弟弟和小弟媳啊 刚才这个大姐还有二哥在说这个照顾这个老人 尤其说到三百多天的时候 你们那边在笑 尤其是小弟媳在笑 对 就是我想听一听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笑呢 没有 我不想评论 笑本身就是评论 就是代表姐姐在说瞎话 大姑子在说瞎话 所以你觉得非常可笑 我真的不想评论 我都怕他 我长这么大就挨过 就跟您这么说的 我就挨过一次打 是他大的 是他讲的那件事 他自己不也说了吗 就说在什么骂不溜溜什么的 我还以为姐姐俩在上什么的 我还叫了一声 我说姐姐你骂谁呢 他上了就给我一个嘴巴 我就 我没那怕 他说什么 我说你上这来 那什么打架了 我说这是 这是我屋 他啊我好像你屋 我都没想 我都没想 这是你家 这是你屋 拍手就这么说 你说你说他 他是什么想法 我就说 姐姐 再说吧 当时有别人在场啊 这一幕谁在场 我妹妹在这 您在那您说一下 我说还拿着呢 我说不让过去 他先过来 我妹后过来的 好了 你们今儿一块儿来的 我在家挣够饭 你别再 那你还还是后过来的 你爸是没法 爸是没法 爸是没法 因为今儿俩进来 今儿俩都骂 他刚才自己 他都叙述了 他擦拭嘴 没闲 我说啊 别说了 你够狠的了 你们今天来是干嘛的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爸爸在观察室当中 但是其实在他录制之前呢 已经给我们了一些 他想要的一个态度 我们先通通一小片 来了解一下 那你现在的本意是什么呀 爸爸其实给出了态度 这个是基于他自己现实来考虑的 您的爸爸肯定还是希望身边有人照顾 而他的通过这句话 我们看出来 首选还是老四 如果老四照顾不了 再来谈其他的 但是如果说 把今天十天前 你们知道这个房子 过后这件事抛开以外 我觉得其实你们还是默认 老四照顾的还可以 说得过去吧至少 我觉得从老四今天坐在这 我们一看他是个老实人 这也不是什么坏人 我弟老实确实是 对啊 你想你弟的老实人 又是自己的亲爹 他能希望你爸怎么样 他还是希望他好 我想他也肯定尽他的权利去照顾了 看着我爸 他还课不是一回两回的事呢 我课几回 你自己说 八月份量窗户的时候 爸说开门 这门没开开 呱唧唧外在那了 你知道吗 什么情况 等到第二天 你过来说 你只是量窗户 爸还坐那说 他来了 他也不让他问问我 课的怎么样 我说嗨 我还给他抹心理 大姐 我相信他这点 他自己心里也很难过 对吗 你把爸爸杀身这样 你心里是不是也挺难过 这肯定难过 而且第二天 小弟也是主动的 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他的心情 肯定跟你们一样的难过 头天晚上我就说 咱们打120 瞧不瞧的 我老婆 所以 你们是第三天才去的 如果你们真的是 像你们所表现的那样 把老人看得多么多么重要的话 我想当天 一定是你们送到医院去的 但事实上不是 第二天你们也没去 那你们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出现呢 我小弟也给我打个电话去了 我爸说怎么样 他说没事 他说呢 眼皮上黑头了 都躺着睡觉了 是因为您以为爸爸没多大事 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大姐 您既然觉得小弟照顾的不好 您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没有出现呢 我呀 第二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打完电话呢 哎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来完以后呢 我爸一会儿就打我一电话来 我又睡了 我又怎么了 我说那我过去吧 你甭过来 明儿不就过来吗 等于说 二十二十六号 我知道的 第二十二十七号那天 我还要到我爸那去 我爸想到嫌我 可能就来为爸 就太累了 这么着 我呢 我就问问情况 我现在没事 哎 我这么 我没到 你看大姐 我跟你分析一下 没事是因为您知道 您爸爸当时已经去医院了 对吧 小弟已经送去了 也就是说在您爸爸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 一定有一个人负起主要责任 在您心里 您肯定以为那个主要责任是小弟担负起来了 如果没有小弟在第一时间担负起这个主要责任的话 你肯定也会站出来去担负那个责任 对不对 好 有这么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所以你们几个都不必去把这个问题往自己身上揽了 那好 这个重要的角色是谁在承担 一直以来还是你小弟在承担的 对吧 也就是他还是要做他分内要做的事情 他该做的 他做了 他也做到了 就要您这句话 我目的目位了 对 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我家心疼我弟 我真心疼 你说他心疼人 他心疼媳妇 一把也不张罗给媳 大姐 这是两个问题 是不是 咱今天先把父亲的赡养问题说清楚了 第二步再来说 这个赡养过程当中 您希望弟媳尽到什么责任 这是两个问题 咱不能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 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老人到底怎么赡养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 老人给出了态度 第一首选 还是 次儿子 以及儿媳妇 他们共同来赡养 如果他们能尽赡养一五 房子 父亲还是愿意 父亲还是愿意给他 你们有意义没有 这意义没有 可以 我母亲的一半 你们认为母亲有一半 对 就在我们看到问题解决的希望时 二哥突然又提出新的要求 自己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要继承父母遗产中属于母亲的那一部分 听到二哥突然提出的要求 观察室里的父亲十分意外 对二哥提出的新诉求 律师和其他各位专家是怎样看的呢 你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我母亲是73年去世的 73年 你们所了解到的是 房子有一半 你的父亲没有权利处置母亲的一半 对吗 对 也就是在这个房子问题上 你们还想继续继承你母亲那一半房产 对 这个说到有没有权利继承母亲这一半 首先他们是依法享有继承权的 这个是没有错误 但是我们在享有继承权 我们要看一看这些财产是不是可被继承的财产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可能要讲到历史严格了 因为老母亲去世的时间太早了 太早了 那我房子也有了 好 那我现在就要问一下了 1985年拆迁的造金庙的房子 是吧 对 好 1973年至1985年 当时有几间房子 我75年进了门 那会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爸说 不管你们谁结婚 一人两间房 给你两间房了吗 给了 叫我们两间平房 现在问二哥一家 二哥您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 老父亲有没有在那院子给您房子 给了 一间半 一间半是吗 对 好 老三当时得了几间房 有人知道吗 老三也是两间 老三也是两间 对 老四呢 我是三间 两个姐姐没有得到是吗 没有 好 拆迁以后你们的房子在1985年至1995年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85年以后我们是答对那什么的 单批了 跟我们单批了 好 二哥家呢 是新批的宅基地吗 对 老三家是同时也是这样的情况吧 对 是这样吧 对 然后呢 在1995年拆迁的时候啊 因为你们等于是相当于家里的四个男孩子都有房 对 开完以后怎么分呢 等于是老父亲带着小儿子分了两套房是吗 对 大哥呢 我们从那搬过来 我们分了三套房 那个二哥 我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 首先是这样 在1985年之前呢 父母有一个共同的宅基地 老母亲1973年去世了 然后呢 后来呢 在先后 大哥结婚 二哥结婚 三哥结婚 分别老父亲都给了他们房子 大哥结婚的时候呢 给了两间西房 二哥结婚的时候给了一间半房子 老三结婚的时候给了两间 老四呢 等于是一直跟着老父亲在一起住了三间房 1985年拆迁的时候 然后呢 老大老二老三分别都新批了宅基地 老四仍然跟着老父亲一起居住 1995年 铁道腹中的这片宅基地统一都被拆迁了 拆迁后 大哥家也分了房子 二哥家也分了房子 三哥家也分了房子 老四呢 跟着老父亲一起拆迁 总共拆迁了两套三居室 一套三居室登记在 老四名下 一套三居室登记在老父亲名下 是这样吗 对 我说的有问题吗 对 因为在1985年拆迁的时候 老母亲已经不在世了 而且老大老二老三分别结婚的时候 老母亲都已经不在世 1973年老母亲去世的时候 那个房子有没有 有 那会儿的产权性质是公房还是私房 宅基地 宅基地 因为在很早之前 那个宅基地统一兜贵大队 不见得就登记在他们名下 登记在名下了吗 当然我会的名下 当时有地契是吗 有 应该有 所以说 因为可能1973年的时候 母亲去世的时候 这个房产的状态 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但是我现在要说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听完这个概念 你们大概要清楚了 那么在1995年进行拆迁的时候 房屋的产权 是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 那么四弟呢 作为被安置人 可能当时他出资是购买了房屋的 也就是他购买了房屋的产权 是没有争议的 老父亲那套房子 如果说已经没有了母亲的份额 老父亲写遗嘱也好 奉语也好 不需要通知任何的资予 他自己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个是打上你们的顾虑了 第二个 老父亲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老母亲的份额呢 这个可能要连续追索 要追索到1973年 但是我这样想 因为你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如果连续追索到1973年的话 1985年拆迁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房产 可能都要进行一次追随 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吗 没有 我来给你们详细解答一下 律师这一个点 如果你们要追溯到 母亲那一部分份额 也就是后来分给你们几个兄弟的 拆迁的时候 你们不是每个兄弟都分了几套吗 那个房子都要拿出来 进行平均分配了 因为那里面也有母亲的份额 我跟我哥 我们俩是最多的 这个是这样啊 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知道 1973年产权的状态 虽然我没有办法断定 但是我给你们讲了这个法律的规定 如果要向前推 那就不是仅推到 现在老父亲的那套三居室 是一直要推到1973年 包括你们现在的所有的财产 都要拿出来 因为你们的份额里面 其实已经分配到母亲的份额了 老母亲你要真要有份额 老母亲1973年去世就产生低层 所以你们简单的理解为 爸爸这套房子应该有母亲的份额 如果你母亲是在去年去世的 前年去世的 是在这个房子获得以后去世的 可能那就是遗产 但是你父母亲在1973年 在你们家房子没有经过这两次变革之前去世的 这个要追溯取来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或者说这套房子里面有没有母亲的一部分 还要打一个问号 今天来我们这儿谈的是老人的善良问题 老人竟然给出了他的一个想法 我想基于这个想法 我们再做调解可能更容易一些 在节目录制之前呢 建一老师给四弟做了一个测试 我想通过这个测试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 对于你们家最后老人归谁赡养 怎么赡养 找到一点情感的突破口 建一老师 这个小弟不容易啊 就是录制之前给他做了一个 关于抑郁情绪的一个测试 它是轻度的抑郁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 不过是轻度的抑郁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抑郁呢 只不过没给我测 我测我可能比他还重呢 或许有人会这么说 但是呢 我想稍微细致一点的 给你们分析一下小弟 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抑郁情绪 也许你们对小弟会有一些 更加的理解啊 有一项问答 说我夜间睡眠不好 他答的是持续 那也就是说在照顾老父亲 这个事情上 实际上他是不容易的 一个是他上班可能需要熬夜 另外一个可能照顾老父亲需要熬夜 所以当一个人持续夜间睡眠不好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很多对躯体 就是负面的影响啊 还有一道题 我对未来感到有希望 就是这些就问话啊 然后他写的是从无 也就是说他对未来从来没有感到过希望 他这种消极的情绪 我觉得值得几个哥哥姐姐和他的那个妻子啊 都值得关注 什么样的人对未来感到没有希望呢 实际上就是无非就是家庭不幸福 事业没有什么前途 或者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非常的恶劣 还有一个 他说我感到自己是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人 他认为说持续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从来都感到自己是个有用不可缺少的人 也就是说一个睡不好 然后对未来感不到希望的一个人 他却感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 那也就意味着他的身上的责任有多么大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也就是说一个从情绪心理健康来讲很差的人 然后他反倒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大 有不可或缺的责任 那换言之 你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嫂子们啊 我觉得对这个小弟要特别能理解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 情绪情况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他经常感到情绪沮丧 有时候无故的感到疲劳 有时候会坐卧不安 难以平静 有时候会容易被激怒 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过度劳累 然后又得不到理解 很少得到安慰 等等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是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的 在前期采访中 小弟的妻子还告诉我们 丈夫最近情绪一直十分不好 经常一个人在家放声大哭 似乎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学习出他心中压抑的苦闷 妻子认为 丈夫为了照顾父亲 将近一年没有在家住过 自己的家庭 其实在这过程中也牺牲了很多 但自己和丈夫付出的这一切 直到今日都没有得到 丈夫家人的一丝认可 你想想看一个老公公 然后跟着自己一起生活 然后自己的丈夫 常年照顾老公公 势必有时候会冷落妻子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们这些哥哥姐姐嫂子们 应该站在他们两个的角度 回到他们的个体生活中 去理解他们 我非常能够理解 就是说这个二哥分的房子最少 心里不平衡 然后这个大姐呢 就是由于跟这个小弟媳关系不好 然后心里也容易出现不平衡 非常能够理解你们俩的心情 但是现在呢 是牵扯到照顾老人是为重的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放弃 跟小弟弟小弟媳较劲啊 或者是不理解啊 不能换位思考的这份心 你想想看 如果小弟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就病倒了 你想想看 那将是谁会照顾老父亲呢 那不又轮到你们头上来了吗 所以说呢 我觉得你们呢 应该放弃一些什么呀 个人的恩恩怨怨 还是把这个精力 集中到照顾老父亲身上吧 而且是不是没有利益 我们就不照顾老人 其实在中国来说 照顾老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们就当爸爸没有那套房子 咱不也得为老人好 我先说两句啊 我从75年到2002年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大家庭 都是我说饭 他们都蹦我的 我一直照顾我爸爸 我相信大嫂您这点做的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今天您其实是个外人 您坐在了这条战线上 这就已经代表着二哥大姐对您的认可 对您这个外星人到他们家以后的认可 对不对大姐 肯定觉得这大嫂是不错的 我还说一声 上次我爸说说用保姆吧 后来我这弟妹 好就是疯了心的 就得给我爸找保姆 你得问问老 你得征诚老爷的意见 说您用不用保姆 用保姆我给您 我去给您去外边找个好的 或者怎么着 你们现在找一个保姆的话 替替他是不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他们不说你去找保姆啊 我跟他们都商量了 找一保姆 找一保姆 我问爸对不乐意 跳不乐意 我父亲的脾气吧 特别挺怪 跳说不用 你谁来了 你说什么他也不用 但是这样的 您爸我刚才看了一下 85岁 而且我们吞过推话筒的表达 老人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也就是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恰恰作为他的监护人 应该替他行使一些权利 说的 杰伦君说这个 跟他这行不通 他真行不通 他该一抹出去 我爹说什么 我要找了跟我骂保姆 他也要哄出去 真是那样 你知道 是这么一行吗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想问一下四弟 您大概想一个月花多少钱 来雇这个保姆啊 三千 三千 只照顾白班 还有月班吗 有月班 有月班啊 三千块钱 现在能雇到一个这样的保姆吗 雇女人来 就这班 就是您不上班的那时候 您还是照顾老人 对 就是您上班那个点 如果说是 顾不过来 让这个保姆替一替 是不是 对 那我想问一下二位 如果说小弟愿意拿这个钱出来 把这个钱给你们 我们不要 你们愿意 我们不要 这钱我们 这我们可不是要 我们能要我弟弟钱吗 我们不能要 你们反正也愿意照顾老人吗 老人也愿意你们照顾吗 就把这钱干脆给你们呗 别去 大叔大叔 我们图钱 别去 别去 那就不图钱 这么去就行了吧 去就行 不团房 不是不团房 人家哥们都要有 是以后有关主吗 我们今儿俩都没有房 这是怎么算 这你们的确是因为房子 现在还是放不下 不是人家都分上房子了 就算那会我跟我妹可没有 这是怎么办 嫁人了啊 嫁人了就破碎水就不回家了 那那我又不管行不行 人家笑我 你不笑着 对不对 咱这事呢做不出来 说来说去说到这还是为了房子 那货律师您是不是把这个房子说起来 可能你们现在的我们刚才把历史严格讲清楚了 那么现在呢就要讲哪个部分了 金门条现在这套三居室 现在有一个现实情况 你可能你们一上场就说到了2014年的时候 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了小弟的儿子 那我们去讲这套过户呢 无非就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赠予 一种是买卖 无论是这两种的其中的哪一种 想把这套房子再追回来都难比登天 如果是赠予 那就需要撤销 如果撤销赠予 那是由法定是由的 因为赠予行为已经完成 他这也听我父亲的 那这不不是听您父亲的 我跟你讲 如果是赠予的话 我这么跟你说 我现在要赠给建一老师一支笔 建一老师您拿好 已经非建一老师了 第二天我反悔 我建一老师拿回来 他能给我吗 他说你是忽悠的 你先听我说吧 当时赠予是被忽悠的 这个不是您来说的 也不是您老父亲自己坐在这就说 我被忽悠了 就是被忽悠了 亲密码我的意思 我没有说百分之百 你就一定追不回来 只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难度有多大 因为无论是以买卖 你要解除合同 把房子追回来 还是要说赠予撤销 因为你要撤销赠予的话 有法定的付随义务 付有义务 又没有履行 或者是你的小侄子 当时呢 他对于老人家有法定义务 他没有履行 其实我明确的告诉您 您的小侄子对于老人家 他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而是你的弟弟有和你们有 所以说您的那个小侄子 履不履行 赡养义务 都不会影响到他最后赠予的撤销 而当时到底是以赠予还是买卖 有没有付这样的条件 如果有条件拿出来 如果没有 现在想撤销是撤不掉 而且我相信你的父亲 他绝不是在那一瞬间做的决定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证明 这个证书 在2000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他过户的前四年 父亲去有过这个文字上的表示 他能不能跟他儿女打个招呼 如果父亲当时去处分这个财产 如果这个财产没有你们的份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话 不需要征得你们的同意 不可能的事 姐姐说的是哪个不可能 人我爸刚才不是说了吗 大家伙轮着班 把那房子收回来 你刚才我不是已经解释了吗 之前已经处分了 那不是说反悔就反悔的 我爸还在 别说了 别说了 刚才那一幕是你特别不想看到的 即使说你们说这份证书 不是老人家自愿 因为还有一份公证书 看到几个孩子为了房产问题 整文不休 观察室中的老父亲老泪纵横 儿女们的这些做法 像刀子一般戳在父亲的心坎上 为了子女辛苦了一辈子的老父亲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自己的付出 最终竟换回这样的结果 公证从谁跟着去呢 我们一个儿女 因为是这样 到底做公证谁跟着去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时在公证的时候 肯定是有公证人员在的 这是一个法定的公证文件 公证文件的意思就是遗嘱 也就是说在老人百年之后 刚才你们所说的那套房子 还是写的 由您的四弟和您的四弟的儿子 你们的侄子来集头 这一段话呢 你们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口口声声为了老人好 你们的爸爸 刚才大姐还展示了一张图片 让我们看了都觉得 我们这个外人看了都觉得心里非常难受 而且我的耳机导播在告诉我 刚才你们的场上的表现 你爸爸的观察室一直在哭 他是不希望看到子女这样子的 老人还没有过世呢 这在现场都表达的完全是为了财产 有谁说为了老人的身体 有谁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说是为了我爸好 我没有听到乙句 你们这些话表达出来越多的话 我想老人的 他对自己的晚年 更多的不安和担心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上那么不对啊 其实你们应该换一个心理去想 就是说父亲在啊 老父亲在 其实呢这个家就在 如果哪天这个老父亲没了 让你们这些兄弟姐妹 你们可来往也可以不来往 老父亲在一天 你们就都能在一起 过上一个就是说天天能够见面 这样的一个日子多好啊 父亲在就是天没有塌下来 父亲走了 家庭的大家庭的天都塌了 而且你们的父亲又是在 妈妈四十多年前就去世的 这么一个状态下 把你们六个人拉扯大 这么不容易 你刚才看那个老人那个照片 说话从一上场 放老人的照片 我们心里特别的难受 我觉得你们有那功夫 你看那个老爷子的那个房子啊 刚才霍律师注意到了 被子被子不叠 墙上都很脏 你说有那功夫买几张好看的墙 给这个老爷子旁边贴贴 或者是说给那个被子叠贴 能不能有点功夫干点正事啊 您听我说 我父亲呢 刚起来 这被子呢 就在这割着 连十分钟都用了 他又回去了 这样 那那墙那么脏怎么回事啊 这句话我要插一句话啊 同样一件事情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给自己找理由 而去给别人去找了一个错的理由 而给自己找了一个对的理由 他不是说啊 给谁要找理由 谁在那啊 那被子准是干净的 这一天一天 这一天一天 我再说一点啊 因为其实我在这里 为什么难受了一下啊 因为大家知道 我作为律师来讲 我不仅仅是懂这个房产的规矩 我也更加明白 作为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 你们有陪问过我 有没有人问过我 对老人的赡养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 这个问题不是你们一面的 今天打开天窗 我们说亮话了 房子已经在你们的名下了 在你儿子名下了 其实你们心里清楚 这个房子呢 老人给你们 也是对你们寄予厚望的 是不是 对 所以接下来怎么赡养老人 怎么让各个姐姐们放心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姿态 或者说从内心里去重新重视这个问题 不是 就说晚上洗澡 那个抹药 夜里都起来羊羊 谁替我挂 谁替我说 咱们还是做心理游戏吧 每个人都保持安静 来你转过身体 你转过身体 你都是看着对方 货理师帮我一下 把这把椅子 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哎 对 放到这个位置 啊 来 好 这样放着这把椅子 因为老父亲岁数太大了 他没有办法上场 对不对 我们就用这把椅子代表这是父亲 大家都注视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假如就是老父亲 他在那里 眼睛受伤了 颤颤颤巍巍 帽地之年 非常惨 非常瘦 就在那里 听我一句话 大家做出反应 他就在那里 谁愿管 想管得起来 我们都想管 因为我管了这么多年了 都想管 那还打什么呢 既然都想管 不如说打什么 现在我 我这一天一天的 我也奔那跑 他不容易 大家伙都不容易 是不是 他不体谅 别人是不是得互相体谅啊 我就说是不互相体谅啊 好 都做回来吧 既然大家都想管 那我觉得你们今天 真的就没有必要这样去打 为什么呢 那个房子 他已经记成事实了 对不对 那老人呢 又这种情况 你们能不能先暂时的 先把老人这件事情 放到第一位 放到生活的第一要素 我觉得你们刚才 我感到很寒心啊 今天录制 当我讲这个小弟 这个抑郁的状况 和他为什么抑郁的时候 大家都无动于衷 当然我知道 也许大家对心理学不太了解 或者说对抑郁这种情况 不太了解 可是呢 我觉得你们好像从来没有 都没有换位 不是说小弟因为抑郁了 小弟就全有理了 也不是说因为这个老爷子 在这个小弟和小弟席那儿 然后他们俩就做得全对了 房子归了他们 他们就应该责分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在于说 现在已经记成事实了 而且护理师表示说 这个房子是老爷子自己的房子 这老爷子自动愿意赠予这个小孙子的 对不对 或者赠予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反正是现在是在小孙子名下了 那你们都是亲生的这个孩子 不是第三代 爸爸是你们的爸爸 那你们打什么呢 既然刚才说这把椅子代表老爷子 我看这个 您呀 我跟你说这大妹妹 您这个人 我相信人是好人 但你这张嘴不好 其实你第一时间起来往那走的 为什么你一去爸爸呢 你说你去的特别多 可你去呢 就就生事 谁说生事 就是他搞的 就你做 可能也没少做 但你这嘴不老实 大家转过去 还是看着这把椅子 来大姐 不管了 好 这是一个态度 好 重新做一遍游戏 想管爸爸的 站过去 管 那也得管 哪有这么着 挑拨离间 给人家打电话说 你看你这不就印证了我说的 你干也该干的 你这嘴不老实 你看人别人说话了吗 而且你看你这个人挺好一人 刚才这说 不管了 可是你还是过去了 好人一个干嘛 最后这个糟在这嘴上 我就说他这嘴 饶着你去 给你穿上去 那你还是跟小弟习的矛盾 这跟赡养是两回事 他是对我也有矛盾 人家现在是不说 我现在有样 反正是这样 那你们坐回来 第二轮 刚才我说 爸爸就在那里 你们去 小弟弟赢了 小弟弟是变成了 第一时间过去的 而大妹妹你输了 你变成最后了 就因为你活在你的情绪里 但第一次你是第一个 所以说啊 人哪 有的时候情绪 对一个人的行为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行为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消极的 受情绪的影响 情绪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思维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二哥 还有这个大妹妹啊 你们俩转换一下思维 一定要知道 老人活一天 是你们的福分 如果这么闹 福分都闹没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好不好 相信小弟弟 因为小弟弟刚才 在第二轮中 他就是率先冲过去了 如果说你们就是想让老爷子 不过好日子 老爷子在后面看着呢 你们这不就把老爷子 这个心口上戳吗 戳得老爷子早点去世 早点去世 这房子不也还在 这个小孙子手里吗 与你们有什么好啊 我觉得你们应该算算账 进一进 我们专家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刚才听到这个 老爷子那个短片里 一共说了五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老四两口子 赡养他们的话 这房子还是他们的 然后后面就是 如果他们养得不好的话 由四个儿女轮流来看着他 但是我觉得老爷子特别 脑子是挺清醒的 百年之后 他说我听法律的 他可不是说 像我们这大妹妹说的 说这个老爷子说了 这房子都我们四个平分了 其实老爷子心里是 有一本账的 他之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拿着房子说事 我觉得是为什么 有点像撒娇 但是同时也像诉苦 但是诉的这个苦 不一定非得说是 都是小儿子的不对 他们有可能也是 拿着房子来勾着你们 说你们多来看看我 是不是 你们来的少 然后我85了 我还能活多少年 你们要都围在我身边 我当然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老爷子 糊涂 他特别明白 特别明白 但是他想要 苏老爷子对我觉得都要点上了 我是这么想的 今天现在你们都是为了一个房子而来 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我想 待会儿录制完之后 霍律师您单独到观察室当中 跟老爷子单独的交流一下 把跟老爷子交流的这个结果 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没必要跟所有的人来公布 这是老爷子个人的意愿的表达 他相信律师 我相信他今天跟我们霍律师表达的 一定是他真实的意愿 你能不能够对各个姐姐们 至少在对老人后面的这个善养问题 做一个表态 现在我想补义保姆 然后老人善养问题 你们两个人共同来承担起来 是这意思吗 以后不用他们操心了 他们想来看 是他们的随时欢迎 但不来看 你们也照顾老人 对 好 我觉得这个表态的非常好 觉得可以吗 大姐 可以 二哥呢 刚才我一上来 我也是那态度 他要给老头 照顾好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跟他 他最小 这一刻的这小头 大伙子就这样 心里不高兴 对 当然 担心 咱们都算点心 都就点心 对 都就全有了 能不能紧点心 能 好 二哥 大姐 大嫂 你们以后放心 把时间留给他们 他们一定会去精心照顾的 老人这一块呢 他对于房子到底怎么想的 霍律师私底下跟他做一个沟通 甚至他如果说有更更进一步的需求 我们也会无偿的帮助他的 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幸福 调整自己 节目录制结束后 霍明亮律师来到了观察室 把最终的调解结果转告给了老父亲 小儿子呢 表态了 咱们给他一次机会 你看行吗 可以 可以啊 然后呢 其他的子女们啊 他们也表态了 也都愿意啊 来看见老 嗯 或者说老小儿子呢 哪天呢 确实是身体不舒服 说需要啊 其他子女来帮个忙 可以 这个都可以 这样的结果给了老父亲一丝安慰 而录制结束后 演播室外兄弟俩的拥抱 更是让我们感到欣慰 今天的这家人终于在 谁在说专家老师的努力下解决了问题 但是场上发生的一幕幕 也让我们的心情感到十分沉重 原本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见的义务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在利益面前 大家常常迷失的自我 淡忘了亲情 也伤害了家中的老人 我们真诚的希望 通过今天的节目 唤醒更多的家庭 让每个家庭的老人都老有所养 老有所爱 再找我你们的父亲 也忍得来 我将写是为了 常怨的老人都老 然后就能长官 我走 到智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